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天学 第八百五十一集 经历重重困难 兄弟们终于坐上了回往北牧国的轮船上 轮船上最大的舱房里 凤九儿坐在床边 握着战青城的大掌 静心师太 用内力激发你体内潜在的能力 让你自主将真气融合 只要稍作休息 你便能痊愈 可 静心师太她 凤九儿浅叹了一口气 要不是在木木口中得知尼姑的名讳 她到现在还不知道 看到她为了救九皇叔连命都可以不要 她心里就倍声敬佩 只可惜 这一别 再相见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你将她如何 战青城有几分沙哑的声音响起 不知 凤九儿摇摇头 重伤总是难免 她居然还孤身一人留下 九皇叔 她 到底是谁啊 我师父 战青城 不加思索地回应道 似乎 她也没打算隐瞒 你师父不是第一 凤九儿轻皱得月眉 很快又舒展开了 难怪 我也觉得 你的武功比第一厉害 视线回到战青城身上 她脸了脸神 抱着她的手臂 趴着 将脑袋贴在她身旁 九皇叔 你对我太好了 让我有些不知道 自己该做什么才好 不等战青城 有机会说话 凤九儿又叹了一口气 坐起来 算了 你别说 伸出玉指 捂在她薄唇上 她摇里摇头 说了 我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做到 反正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报答你的 在战青城 想说什么的时候 凤九儿收回小手 站了起来 将她的大掌 放回到被子中 休息一会儿 我出去看看兄弟们 知道九皇叔 不是善于表达的人 凤九儿也不好为难她 而且 自己的身份这么特殊 她也不能保证 她想要的 她都能给予 是不是 有些话 还是不说了吧 说了 做不到 受伤的将会是彼此 看着床上的人 凤九儿 微微勾了勾唇 转身离开 一辈子 不离不弃 在她往外走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 战青城 雌性的声音 一辈子 不离不弃 九皇叔的要求 就只有这么简单吗 为了她 她一次次重伤 甚至抛弃所有人 就是为了与她 永不分离 这家伙 太傻了 我还以为你会说 给你生十个八个儿子 什么的 凤九儿 扑斥一声 笑了笑 推开仓房的门 走了出去 关上门 她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转身时 脸上还带着 不错的笑意 去四处的仓房 看了一会儿 凤九儿 才走出了家板 家板上 乔木夹了一件 厚衣裳 坐在一侧 静静地看着 远离的陆地 凤九儿 在家板上绕了一圈 确定兄弟安好 才来到了 乔木身旁坐下 在想什么 给乔木 递过两只包子 凤九儿 轻声问道 乔木回头 看着凤九儿 随手接过 她的包子 放在口中 没什么 丢出几个字 她没心没肺地 啃了一口包子 想她了 凤九儿 沿着乔木 刚才视线方向 看了一眼 挑了挑眉 不知道 她现在怎么样了 乔木看着陆地 一脸惋惜 突然 她回头握着 凤九儿的手臂 九儿 你觉得 她父皇会杀了她吗 为了大家 她甚至出动了毒物 去对付自己的人 我还以为你在想雅奴呢 凤九儿对上乔木的目光 眼底泛起不可思议的神色 乔木 说吧 是不是喜欢我三皇兄了 乔木白了凤九儿一眼 放开了她的手 回头 回头看着远处 她将刚咬了一半的包子 掉进嘴里 怎么可能 大家都是兄弟 我们走了 只剩下她一个人 我担心不是很正常吗 其他兄弟也担心 只不过你没问 凤九儿轻轻拍了拍乔木的肩膀 点点头 对呀 大家都很担心 但只有你一个像望夫石那般 还看着凤族这块陆地 望夫石 回头看着凤九儿 乔木半眯着眸 你才望夫石 我喜欢的是雅奴 我也很想她 心里想 未必要时刻说出来呀 你呢 不是说多少人过来 就多少人回去吗 怎么少了一个也不管 对上乔木的目光 凤九儿不自觉仰起了嘴角 笑了 你的意思是 所有兄弟都上船了吗 这 无疑是今天最大的喜讯 刚才护送战青城上船之后 凤九儿一直在仓房里 给她的男人治疗 事实上 她一直都不放心 外面的情况 毕竟 大家来凤族都是为了她 刚才出来的时候 凤九儿第一时间 就往大陆的方向看了一眼 直到远离了海岸线 她是松了一口气 但同时也担心 是不是有兄弟被留下来 还好都上船了 嗯 乔木点点头 除了雅奴 她当然知道 凤九儿的担忧 所以她不打算 给眼前这个愉悦中的女孩 计较太多 明明少了雅奴 她怎么就直接忽视了呢 凤九儿浅叹了一口气 看着乔木 留给她的侧脸 雅奴是凤苍穹的人 她不愿意离开 我也没有办法 至于 我三皇兄她 现在 只希望她能熬过去 凤苍穹 养育了她二十多年 在她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凤苍穹不会杀她 希望三皇兄 能经得住凤苍穹的考验 凤族 我迟早会回去的 视线一转 凤九儿和乔木 一同看着即将消失在眼前的大陆 但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想起三皇兄 不过是带自己出宫走走 就被凤苍穹打伤 甚至关进暗无天日的地上 凤九儿心脏就不舒服 这一次 三皇兄犯的可是大罪 他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可想而知 乔木一言不发 直到将手中的包子吃完 他才轻声问道 九儿 我们何时会回来 等我的军队 足够与凤苍穹抗衡的一天 便是我凤九儿 回归凤族的日子 凤九儿 醋了醋眉 沉声道 凤族 是他爹爹的 怎么能落入凤苍穹的手里呢 而且凤族 还有很厉害的神功秘籍 只要找到神功秘籍 爹爹的功力 才有可能恢复 凤九儿忘不了 可惜 那一天 究竟什么时候才到来 谁也不知道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明镜与点点订阅 转发 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 注目 翼械 屋子的预期